3日前,即是2021年1月28日 有一段新聞報告出來 1月30日報告出來 他在28日發表了聲明 誰呢?就是我們澳洲的貿易部部長 說在 2021年1月22日 曾經寫信給中國 希望中國方面可以大家討論一下 那些貿易問題 不過似乎 就石沉大海了 那些 中國官員並沒有回覆 我們要知道就是現在 澳大利亞已經把這個問題 提了上去 那個世貿組織加WTO 而也知道加拿大和俄羅斯說 我申請作為第三方加入這個 有關問題的磋商 到底找什麼呢?我們不太知道 可能他想知道一下 一些內幕消息 所以想加入 到底 到時 在 世貿族 談的時候 找不找他們 找不在一起呢?我們就不知道 暫時 另外就是 既然沒有回覆 就 看看 中國的 外交部發言人 怎麼說呢?中國商務部的發言人高峰 就在1月28日 新聞百合法會上就說 中澳關係當時的困難 的局面 不是中國希望看到的 一個健康穩定的中澳關係 符合兩個共同利益 希望澳方多做一些 有利於中澳互信和合作的事 推動中澳關係早日回歸正軌 這就是三日前 然後呢 應該是今天 昨天 我們的總理 莫里森 也都在 我們這裡的 很常 他們的政客 很喜歡去的 就是 我們的 那個 新聞俱樂部 在 坎佩拉 發表了一篇 講話 一樣 他就說 希望可以 重回一個 談判 他也很簡單 他就說 我們不能夠裝作事情 跟過去 好像過去一樣 因此 就要求 從部長級和領導人級 對話開始 但看樣子 我相信中國 不會理會他 他 重新就說 要保護 本國的 主權利益 保護 澳洲的 主權利益 到底他指的是什麼 我們不知道 但是 相信 他受到不少的壓力 尤其是來自那些商家 希望他可以跟中國重新 談談 尤其是煤灘的問題 但是 他也 死要面 他繼續說 保證 澳大利亞人的利益 始終是澳政府的核心目標 希望他真的 說那樣做那樣 我覺得不是 不過 無論如何 他就這麼說 即使不是最重要的任務 他依然是 聯邦政府的 職責 立即 仍然 希望 要接觸中國 但很明顯中國 不採取 對話的重點 不是讓步 是要在 互利的 領域 尋求一個 合作方式 兩國的人民 可以 在未來受益 你只有 港字 你不是 可以改變你自己的態度 我想中國不會再去的了 現在就是 中國那邊怎麼回應呢 關於中國關係的問題 以及建議 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 趙立堅 在1月29日 的例行記者會上 就說 中國 和包括新西蘭 在內很多國家之間的關係 發展的成功經驗 而表明 即使是 歷史傳統 社會制度 發展階段 存在差異的國家 只要能夠 秉持 互相尊重 平等 互利的原則 聚焦合作 妥處 處於分歧 雙方關係 是可以 完全 正常的發展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提到新西蘭 原因就很簡單 因為 就是 中國和新西蘭 剛剛過去 簽訂了 合作的 占貿協議 這個 我們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 繼續說 說 中澳關係 過去 也曾經發展得很好 我們希望 澳方 聽取各界 有識之時的 堅持性意見 正視 和認真 反思 兩國關係遭遇困難的 現在 我們已經說了很多次 剛才 跟大家讀 新加坡 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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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國 大使 馬海石 言論 說得到 在澳洲 它 太站在美國那邊 譬如 新冠肺炎 事實上 現在我們知道 國際 世界衛星組織的專家 已經入了中央道 亦去了 華南海鮮市場調查 亦都跟一些 先前 那些感染者聊天 現在是做一些調查工作 但是這個調查工作 是基於一個 科學的精神 而不是 政治上 指責 中國的精神 這跟 特朗普那條路一樣樣 他將 新冠肺炎 叫做武漢肺炎 或者叫做中國肺炎 這是 絕對 是一個 歧視的行為 既然你歧視我 我就不需要和你做生意 不和你合作 因此 現在我們看到 他有他在 喊話 但是中國 不會理會 習近平也不認 不用理會 這不關事的事 而我們這本 商務部長 寫信給中國 中國也免得回覆你 你也不理會 有朋友說 我們這些信 先去 先去隔壁 先去隔壁 所以不用理會他 坦白說 中國一點都不急 急的是 澳洲 大家看著 其他國家看到 澳洲跟中國關係不好 那些市場 趕快去搶 所以 如果他真是為澳洲人民 利益撤上 可能需要 說一聲對不起 改善 那個態度 相信 可以談 但是 如果你繼續維持 這樣的話 中國也不急 我又不一定要跟你買東西 你這些東西 不只是你有 我 別人沒有 所以 那個時間 在中國手上 所以那張牌 在中國手上 澳洲 我們 人流很多 其實應該真是想清楚 我們應該在 這個世界的舞台上 怎樣站 我們是在這個 亞洲地區 雖然在亞洲的南半球 但是我們是贏亞洲 離開西方 非常遠 所以 還是跟著 那些西方國家走 對澳洲來說 不是一個最好的 位置 英國好像新西蘭那樣 跟中國有好一點 做一下 做一下生意 小談 這些 大家 不喜歡的東西 可以做生意的 那麼 也有很多中國人 很喜歡來 澳洲這裏 讀書 也都很喜歡買 澳洲的產品 但是 政治關係不好的話 那這些貿易關係 都自然不好 害了就是 澳洲的市民 希望我們的總理 想清楚